为期一周的首届名家传戏 当代地方戏剧名家收图传译工程汇报演出 10月28日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落幕 在此期间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37个剧种 53出折子戏在重庆多个剧场陆续亮相 异彩分成让戏迷过足吸引 中华戏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戏曲的传承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夯实戏曲传承的基础 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 自2015年起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实施了名家传戏 当代地方戏曲名家收图传译工程 三年多来 共资助230余名地方戏表演艺术家 向470余名地方戏曲青年演员 传授表演精粹 极大提升了地方戏曲青年演员的表演水平 和地方戏曲院团的演出实力 为集中展示该工程实施取得的成果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主办 重庆市川剧院承办了首届名家传戏 当代地方戏曲名家收图传译工程 成果汇报演出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在于中国戏曲 它是需要口传新手 是需要名家带徒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种做法 那么通过这种活动 让我们名家传戏集体的展演 让相互之间的文化艺术院团能学习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重的任务就是兴活相传 就是要老师带徒弟 把一大伯一大伯的 一批一批的年轻演员来推上舞台 让中华民族的戏曲文化 兴活相传发扬光大 戏曲是绝儿的艺术 老艺术家是承载戏曲传统最鲜活的力量 青年人才培养是戏曲传承发展的根本保障 名家传戏 当代戏曲名家收图传艺工程 希望推动以口传新手 重点培养好苗子 也让名家好戏得以心活相传 首先我可以向全国的剧种 各个艺术家们学习 然后交流 通过这一次的排练或者演出的时候 我真的很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能力有限 我需要走出去看看这些借鉴 然后其他的剧种的一些精髓精华的地方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也是对自己的锻炼 然后今天的汇报演出 也相当于对自己的一个汇报 对老师的一个汇报 和对所有观众的一个汇报 其实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一次挑战和经历吧 本次展演持续七天 共九场演出 分别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龙凤城祥大剧院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开演 现场汇风火爆 成果汇报演出 让广大高校师生 充分领略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此次汇报演出参演剧种丰富多样 入选演员年龄大部分在35岁以下 通过拜师学艺 年轻一代戏曲演员迅速成长 不少已经成为所在院团的重要骨干 承担起戏曲传承保护 繁荣发展的历史重任 黎元金秋迎圣会 花鼓戏运满京城 近日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牌的 大型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 作为湖南省唯一代表性剧目 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全国优秀现实题材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 在北京的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内 精彩上演 因为金主扶贫 习主席提出的金主扶贫 是在我们湖南省 在湖西州的花园市的18栋村 我们作为湖南戏局 影响最寡 区域也是最寡 从业人员也最多的一个剧组 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要把这个当代社会的这个主题 国策 要把它反映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 是取材于湖西18栋扶贫故事 进而创作的一出现实题材作品 讲述了在湖西扶贫事件和桃花寨 由穷到富的背景下 展开的一场扶贫攻坚 真挚爱情和民生民情相交织的戏剧故事 我们这个戏呢既有传统花鼓戏 这种在歌在舞的形式 又有现代的一些手法 而且呢是一个典型的喜剧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 好听 好看 好玩 这么一个花鼓戏 在精准扶贫 这种大的民生政策的感召下 这个边缘村在的人 是怎么样领悟这种精准扶贫 对于他们带来实际利益 以及这几年来 确实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 确实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不是从怎么样去物质方面的 就是从人的精神层面 已经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我们戏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舞台上演员们通过 鲜活生动的表演 再现了新时代 湘西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 以及他们对家乡热土的 依恋与深情 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 现代花鼓戏桃花烟雨的精彩演出 进一步凝聚了广大群众 思想共识 激发了他们的内心动力 为助力扶贫攻坚战 营造了更加能厚的文化氛围 2018年11月1日 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及月调本科班实践汇报演出 在河南省月调剧团举行 河南省政协中华玉剧文化促进会 中国戏曲学院 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等领导出席授牌仪式 并观看了汇报演出 月调是河南省三大剧种之一 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广泛的群众基础 此次共建教学实践基地 培养月调艺术人才 对月调艺术发展来说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也是河南省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件大喜事 更是对党和国家 关于戏曲传承发展系列指示精神 最好的贯彻和落实 通过这样一个实践基地 使我们的学生能够感受 学习到月调表演艺术家们的经典剧目 又能够非常深入地了解到 月调艺术的这样一种真谛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艺术实践基地的这样一个挂牌 能够有力地促进月调这一剧种 在河南乃至全国的普及和推广 中国戏曲学院 不仅是中国戏曲教育的最高学府 为中国戏曲事业 培养了一大批中油砥柱 尤其是月调本科班的设立 将为月调的传承和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中国戏曲学院月调本科班 全班同学到河南省月调剧团 来实践 来学习 来演出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借机会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领导 系领导也来到河南省月调剧团 进行教学实践基地受牌一试 也是对月调本科班同学和月调这个剧种的一种支持帮助 中国戏曲学院月调本科班 凝结着申小梅团长的心血与努力 是全体月调人的希望 为了开设月调专业 申小梅团长数次进京 与中国戏曲学院领导交流沟通 表达了月调人的热切希望 经过一番努力 2017年中国戏曲学院新设了月调本科专业 为月调人争取到了到中国戏曲学院深造的机会 其中充满了不少艰辛 申小梅团长对这次机会格外看重 对自己的弟子 学生以及青年演员提出了殷切要求 希望他们踊跃报考国系 来对自己的艺术实现更高层次的提升 最终来自不同剧团的19名月调演员 经历了文化课与艺术的考验 来到了中国戏曲学院 申小梅团长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中国戏曲学院是中国戏曲的最高学府 我认为我们的青年学生都应该去咱们最高学府去学习 去进修 这四年回来我就感觉着孩子回来 给我们河南的戏曲文化争光添财 尤其是我们的这一批的乐调本科生班 对我们河南乐调这个举种是一个大的帮助 是一个大的飞要 此次院团合作的模式为乐调艺术人才的培养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双方的合作必将对保护和传承乐调 这一优秀戏曲文化遗产 促进戏曲教育模式的创新 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具有积极和深远的重要意义 感谢中国训习学院 感谢河南省乐调剧团给我们这次实践的机会 在这次的实践中 我们聆听了深凤梅大师的故事 学习到了深凤梅大师的精神 在以后的学习道路中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争取做一名得意双心的文艺工作者 近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望镇屯电村的屯电村活动中心 举办了一场以前行的脚步 迈入新时代为主题的原创评剧小戏展演活动 屯电评剧团成立于2002年 全团现有演职人员70人 班子成员6人 团长由屯电村村党支部委员梁健兼任 多年来 剧团受到了很多评剧名家 和评剧作曲家的专业指导 并与中国评剧院的青年演员合作 至今排演了20余处 快制人口的评剧目 此外 他们还组织举办了多场评剧演唱会 在群众中深受喜爱 评剧在屯电村村民们的生活中 得到了丰富而广泛的普及 同时也起到了基层宣传的作用 咱们龙春大大 靠大娘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什么宣传党的政策 就跟他们一块合作呢 我心情挺舒畅的 因为什么呢 劳有所为 劳有所乐吧 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节日 去演什么样的戏 去拍什么样的戏 去编什么样的戏 我们的那个老人 还有我们的孩子都特别喜欢 我们一要发通知 并说要成细的时候 大家都是特别早地到这来排队 去来站座位 此次活动中 先后演出了《庄严的一票》 《引路前方》 《水域海淀》和《红叶应夕阳》 四处原创评剧小戏 这些作品邀请了 评剧作曲家刘文田参与创作 由中国评剧院演员 沈金伟担任导演 通过演员们精彩而生动的演绎 将这些贴近人民 日常生活的内容带给观众 现场反映活跃 近日由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喜剧美学研究所主办的 李文培水墨戏曲人物画展 及相关研讨会 在中国戏曲学院内成功举办 中国戏曲学院的领导 和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 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李文培的水墨戏曲人物作品 巧妙地融合了光影和水墨 让舞台上的戏曲人物画面 进行了具象的表现 他笔下的人物 一个个神态风盈 个性鲜明 动作豪放优美 蕴含着舞台戏曲人物 独有的魅力 胡总觉得戏曲人物画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精髓部分 所以我画起它来就是深受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教育 同时在戏曲人物画当中也展现了艺术家们 他们在舞台上受到人物的艺术创造 此次戏曲人物画展 共展出了画家李文培先生 近50幅戏曲水墨作品 这些作品借助水墨语言的灵动性 生动地在线的京剧艺术家们 在舞台上的一领一笑 表现出了京剧国粹艺术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